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分享一部北野武的作品 于2000年上映的《大佬》 本篇导演、编剧、剪辑都是北野武自己 而且他还是主演 对比上次分享的《坏孩子的天空》 本篇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典型的 北野武是暴力美学风格 北野武饰演的三本是一名黑帮高层 他人狠话不多 刑事果决、冷静 经常帮助自己的老大化险为夷 但他们的敌对帮派不断壮大 频繁派出杀手 终于得手 杀了三本的老大 三本和他的结拜兄弟原田 得知大哥去世 开始为社团的未来打算 但两人想法完全不同 三本极重义气 想要为老大报仇 与对手战斗到底 原田很清楚 帮派已经分崩离析了 如果再打下去 迟早会把家底败光 为了家人和手下兄弟们的安全 原田建议三本停战 同时 警方这边也施加压力 逼迫社团解散 无奈之下 原田不得不带着他的手下 加入了敌对社团 敌对社团不信任原田 于是让原田杀掉三本 原田现在是他们的眼中低 原田将自己的处境告知了三本 三本听完这话 二话不说拿出枪 递给原田 让他杀了自己 好交差 原田当然不会杀自己的好兄弟 他劝说三本出国避难 为了不让兄弟为难 三本答应原田 去往美国 原田这边呢 就找了一个流浪汉 当了三本的替死鬼 三本有个弟弟 在美国读书 三本来到美国 找到了弟弟阿建 但此时的阿建 已经做起了毒贩的生意 阿建安顿好三本 就准备去买货 只留下一个受伤的黑人丹利 陪着三本打发实践 丹利家境贫苦 经常打劫外地游客 昨天他试图对三本下手 却被三本刺上了眼睛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 谁也没有提起昨天的事 三本虽然不懂英语 但混了几十年黑社会 他秀举还是很敏锐的 弟弟晚上出门办事 很有可能再搞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果然 三本借口出门买烟 看到阿建正在向 墨西哥毒贩买毒 对方要价太高 阿建想砍价 却被对方一巴掌 打得流鼻血 三本见弟弟挨了打 二话不说 直接上去 暴揍到毒贩 三本知道 对方吃了亏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于是 他向阿建要了把枪 独自出了门 没走多远 毒贩的手下就找到他 并劫持他上车 三本身之黑道中人 各个心狠手辣 你不杀他 他就杀你 索性 亦不做 爱不休 带着阿建的几个同伴 闯入毒贩老巢 将这块地盘上的毒贩 骨干成员 一网打尽 现在 他们已经和墨西哥黑帮 结下梁子 只要出门 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时 三本的得力干将 加藤 居然找了过来 他赶来美国 就是想继续追随三本 三本如虎天翼 再次走上了黑帮的道路 很快 墨西哥黑帮 耐不住性子 主动联系了三本的人 要求第二天上午 在饭店谈判 明面上 墨西哥帮示好 表示把那块地盘 让给三本的人 实际上是要将三本一伙 聚集起来 通通干掉 而三本 早已看透了对方的心思 提前在会议桌下 藏了手枪 干掉了墨西哥帮之后 三本接管了这里的地盘 成了一方大佬 手下们从小毒贩 摇身变成大毒枭 还放高利贷 和做皮幼生意 但是他们的仇家越来越多 三本因此差点丧命 为了壮大帮派的势力 一群手下打算与 另一个日本帮 联手扩张地盘 这些琐事 三本向来不怎么管 所以就任由手下家藤 和弟弟阿建去做 另一日本帮的老大 名为白赖 白赖也是个不要命的狠人 他好不容易当上老大 怎能甘心加入他人 麾下当小弟 眼看谈不拢 家藤一行人 只好离去 可是家藤 责任感异常强 非得帮大哥办成这件事 他谎称与人有约 告别三本 独自找上了白赖 家藤认为 只要白赖加入 三本的实力将大大增强 地盘也会迅速扩充 家藤说 自己愿意为大哥 付出生命 可白赖不屑一顾 随手递了把枪 让家藤证明 白赖没有食言 加入了三本的帮派 白赖入帮后 开始大肆扩张地盘 将所有的对手 赶尽杀绝 三本有些看不下去 觉得这样做太过火 自负的白赖回答道 为了不辜负家藤 他必须全力以赴 扩大组织势力 三本没法指责白赖 便以其抽雪茄为由 大发雷霆 这也是三本建立帮会以来 第一次发火 而在日本的原田也不好过 他虽然有了自己的堂口 但在社团一直不受待见 社团庆典上 又有人故意刁难他 怀疑他的忠心 原田也是个狠人 当众切腹 以示清白 老大被扫了信 要求这个搞事的家伙 为此事负责 他只好切掉自己的手指 以此谢罪 随着帮派地盘不断扩大 意大利黑手党盯上了他们 黑手党向三本帮索要一半股份 但帮派的底线最多是两成 经过交涉 黑手党还是坚持要一半 白赖拒不同意 打算与黑手党开战 其他人认为 招惹黑手党无异于自寻死路 可白赖是个不怕死的人 面对黑手党的多次挑衅 他忍无可忍 当即派人刺杀了黑手党高层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对方 黑手党的报复手段残忍至极 打算彻底灭了三本的整个帮派 白赖丝毫不拒 摆出了玩命的架势 但还没等他开始玩 命就丢了 白赖的小弟见大哥被杀 拉着一票人 是要与黑手党决以死战 对此 三本没有言语 只是默默坐在一旁抽烟 他很清楚 这样做的下场 晚上 一群人刚潜入黑手党老巢 就被对方的机枪 扫成了筛子 瞬间团灭 第二天 帮派里的人几乎全都被杀 尸体还被摆成了一个死字 三本关掉办公室 准备和几人先到丹尼家避难 没想到丹尼一家已全部被杀 弟弟阿建害怕了 当即与三本道别 赶紧跑路 但最终 还是难逃一死 三本留下来与丹尼展开了复仇 两人闯入黑手党老大家中 将其抓了起来 连夜跑到了郊外 但三本其实并没有杀黑手党老大的打算 因为他清楚 他们躲不掉的 所以三本只是与对方玩了个游戏 然后就准备放了他 途中 三本突然用枪指着丹尼 丹尼下车后 三本朝地上连开竖枪 又将自己的包交给丹尼 让丹尼跑路 三本不杀黑手党老大 其实是想让他相信 自己亲手杀了丹尼 这样的话 黑手党就没理由再去追杀丹尼 丹尼就安全了 最后 三本没有逃跑 静静地等待着黑手党的到来 三本打开门 走出去 慷慨赴死 最后只有三本 丹尼活了下来 丹尼打开三本交给他的包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现金 还有三本给他的留言 当你瞬间泪目 久久不能释怀 本篇将北野舞的暴力美学风格 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白很少 但却时不时来点冷幽默 点缀一下 据说最初 北野舞剪出的版本 是三个小时的 但是合同要求两个小时 不得不进行删减 所以最终也显得 暴力片段更集中 本篇虽没有教父 美国往事那样的史诗感 但却有北野舞式的 孤独和温柔 电影的镜头语言 蓄势节奏和配乐 都比较出色 人物刻画也恰到好处 电影中山本来到美国 再次走上黑帮道路的每一步 几乎都是被动的 影片从镜头语言到配乐 几乎都是一种 带着伤感和悲凉的氛围 所以 大佬的影片基调 其实是反黑帮的 包括北野舞其他的黑帮片 像奏鸣曲 极恶飞盗这些 主角都不得善终 北野舞大爷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 混黑社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但我还是要忍不住问一句 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杜琪峰的黑社会3吗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